未来日报全媒体记者杨晓妍 徐岳凤、杨文斌、张开、刘巧人列席,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任免事宜,并将有关人事事宜提醒政协为南市五届29次助席会议和市政协五届11次常委会议研究审议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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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